Nitia Kailasa Nanda 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是 印度教大教皇普世灵性导师 尼西亚南达帕尔玛西瓦上师 在大师前两天的开示当中 大师讲到了五个原则 可以立即的让我们证物圆满 在昨天的录像当中 跟大家分享了前两条原则 就是坚定的否认痛和痛感的存在 并且当我们能够真正的决定 认知到这一点的时候 包括我们的生理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我们的脑细胞就会成为 反射超意识的镜子 一面光滑的镜子 超意识就可以在我们的身体中显化 就会成为我们的直接的生理现实 不仅仅是一个在思维层面上 说我决定要这样 而是成为我们的一个体验 在这两点以后 大师又讲到第三点 它是有25只头 像帕尔玛西瓦 但是是一个意识 但是对我们普通人来说 我们是一个身体25个意识 也就是说我们的意识是七零八落的 我们的饥饿感 我们的欲望 我们的贪念 我们所有的痛苦 焦虑 所有的这些都在每时每刻 让我们四分五裂 让我们的注意力 让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的意识 不能完全的以一个超脱的状态存在 而是被所有的这些情绪思维干扰 大师说呢 他不管有什么样的压力 或者是身处什么样的状况 他都可以一个 一个意识的状态 去对待所有的这些 所以他的脑容量是极其大的 他能记得所有的细节 包括打击大师的这些 这些人呢 他们也都会在下面 承认大师的记忆力太好了 这个呢 就是你的一个决定 当你决定 你不会为 因为任何外在的因素 或者是 环境或者事件 或者你内心的情绪 去影响你的 内心 你的宁静的安详呢 你就可以像大师这样 是25个头 但是呢 是一个意识这样 在这个基础上 大师说 我们是卡拉贝勒瓦 是时空大神 他说如果我想洗你的脑呢 我是应该把你说的比我低 但是我告诉你 你就是卡拉贝勒瓦 当你 用宁静的内心的空间 静静的坐在这里 别人对你好 他就会得到好报 别人对你不好 他就会得到恶报 你不会参与到任何的 业力循环当中 你没有任何的业力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内心 有情绪的起伏和上下 我们就在参与到 这个业力的循环 业力的游戏 但是如果我们能像大师所讲呢 完全处于这个放空的状态 不管外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们都不会影响自己的内心的宁静和安详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是时空大神 我们就会显化超意识 喜悦呢 就会成为我们的存在的状态 而不用我们去追逐他 我们只需要追逐内心的宁静和安详 即便是敌人来打击我 大师说 只要你的内心是宁静和安详的 他也 你就会看到 他会得到他应得的报应 这样 就是我们不需要参与到其中 这就是业力的效应 我们不会参与到业力的循环 那他打击我呢 他会把这个业力拿回去 人生就会自然然的找到他 让他得到他该得到的教训 所以呢 我们是不需要参与到这个游戏当中的 人生是公平的 只要在宁静和安详当中呢 所有一切的 对我们拥抱 我们对我们好的这些人呢 也会得到好报 伤害我们的人呢 就自然而然会得到恶报 包括我们的历史 我们所有不想要的这些呢 我们的敌人都会离我们而去 我们的历史也会因为我们而主动的改变 大师说 你想要改变你的过去 这个是一个中庸或者是下等人的做法 你应该让你的过去主动改变自己 这样 就是你内心的超脱的境界 最后一点呢 第五个苏特 大师说呢 你就要让自己强烈的去在内和在外执行今天的教学 在你的内心 用你的视觉蓝图看到你 不知道什么是痛和痛感 那个伟大的你 在外在呢 就用这个原则去指导自己的行为和思维 你就可以立即显化这个伟大的现实 这是大师这个开示的第二部分的 马开拉萨的讲解和理解 希望能够用这个录像的启发更多的同修 吸收大师 大师所教的强有力的认知 并且能够让自己的人生 去按照大师的教学 生活 让自己的人生的更加的 成功 更加的喜悦和 健康快乐 你想要所有的一切 美好的现实 都会在你的人生中立即的显化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你天亮灯